这是奥特系列中最恐怖的一集 也是我们小时候的童年阴影 这天深夜 一对兄弟在温室花棚中 听到了女子的哭泣声 他们壮着胆子进入探查 可没发现有人 于是用录音机将声音录了下来 防卫队听说后 认为这是大人吓唬小孩子的恶作剧 并没有放在心上 时间再次来到深夜 这对兄弟又来探险 还拉着隔壁的哥哥一起 就在这时 女人的哭泣声传来 兄弟二人立即被吓跑 男孩也认为是有人在恶作剧 便走进去查看 突然出现的白衣女子 面容十分可怖 吓得男孩夺落而逃 可她刚跑到门外 就命丧当场 不久后 凤元赶到了现场 当她看见死者的脸 也不禁被吓住 与此同时 女鬼出现在马路上 拦下了一位女司机 回到基地 凤元向猪星团 讲述了两位死者的脸上 都被一层蜡像包裹 猪星团听后 当即说出了凶手的身份 猪星团接着说 阿特拉星人来自死亡之星 能把任何生命体都变成蜡像 就算是奥特曼也不例外 雷欧说不定会变成蜡像那样死去 凤元当即陷入沉思 他知道了自己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强敌 此时阿特拉星人 来到了一栋公寓外 躺在床上看书的白子 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女子的哭声 他立即打电话 告知了男友凤元 白子挂断电话 快速躲到一处角落里 阿特拉星人从窗前飘过 见房间内没人 便去了隔壁 等凤元开车赶到 公寓内已经没有活人 白子是唯一的幸存者 第二天 阿特拉星人献出原形 疯狂破坏着一切 到处都是被他杀死的人类 防卫队驾驶战机赶到 对着阿特拉星人 发起猛烈的攻击 却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阿特拉星人释放的光线 却可以轻松击落防卫队的战机 就在这危难之际 凤元驾驶战车赶到现场 他立即变身为雷欧 猪星团见撞 丢掉拐杖 使用奥特意念 封住了阿特拉星人的光线技能 雷欧抓住机会 迅速对阿特拉星人发动攻击 然而使用奥特意念十分消耗精神 没有多久 猪星团便脸色铁青瘫倒在地 战场上 恢复能力的阿特拉星人 立刻释放光线技能 雷欧不敢触碰 被打得十分狼狈 阿特拉星人骑在雷欧背上 抓住他的头 狠狠地撞向地面 紧接着 又使用光线技能 封住了雷欧的双脚 然后重重撞向他的要害 雷欧躺在地上痛苦不堪 彻底失去了战力 回到基地 凤元感到了无力 也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猪星团带着凤元 驾驶战机再次出发 他告诉凤元 不到最后一刻 不要放弃希望 在不断地攻击下 猪星团终于发现 阿特拉星人的弱点在胸口 两人对视一眼 战机立刻一分为二 凤元驾驶着奇异 直接撞在阿特拉星人身上 然后迅速化身雷欧 一个光弹技能 击中对方胸口 阿特拉星人直接倒地爆炸 战后凤元兴奋地 向着猪星团冲去